土耳其救援艦的聲納手 運用聲波定位 找尋在深海底下模擬待舊的潛艦 這是北約每三年一度 進行的大型潛艦救援聯合軍演 動態軍主操演24 在9月19日演練結束 這次聯合軍演由挪威主辦 共10個北約成員國 派出各式救難艦與潛艦參與 以往都是在接近北冰洋的冷水域進行 今年則是首度向南 在冷水與暖水域交互進行操演 除了在潛水區使用的救難潛水中 當潛艦在深海遭遇故障 無法使用高壓空氣進行緊急上浮時 這時深海救難艦DSRV 就成了代舊者唯一的生存希望 北約今年的多國聯演 也派出了瑞典的URF 與北約潛艇救援系統NSRS 進行水下90公尺的對接 模擬潛艦的深海救援 歡迎來到澳洲 雖然潛艦號稱無聲殺手 在各國都是最高機密 不過當潛艦在水下發生事故 因為救援困難 生存率低 就形成了共同救援的國際共識 普通常在海救援困難 是一件事你希望保持很清晰 你不共有所擁有的 但關於救援困難 你共有所擁有的 跟所有人 這是一部分的組合 時間是我們的敵 我們嘗試做的 是減艦 在台湘 germany course正 Etiquette 申請在אש。 是所有國家和支援全球 生非與救和救 Its裏 是意見一額 一步的相關能 帶有研究 基本能夠 北约进行十国的联合海上潜舰搜救军演 背后的协调单位是在库斯科号事件后 2003年所成立的国际潜舰逃生及救援联络处 目的是在非战时情况 当有任何一国潜舰遭遇事故 可以经过国际协调调派救援舰艇进行救援 目前共有15个具备深海搜救的国家组织加入 除了美俄两强 亚洲则有日韩新加坡以及中共加入 至于台湾的潜舰搜救能量 目前仅止于潜水中的应用 对于深海的搜救能量 赶得上海军潜舰的舰军速度吗 潜舰救难能量对我们来讲 特别是能够自己掌控的潜舰救难能量 确实是有必要 那通常舰案两年之内能完成 算相当的顺利 所以它最快也许要到119年才开始执行 那这个建造过程 那真正如果一切顺利化 真正取得开始成军 也许都要到124年甚至125年 可是换句话说 当它真正119年开始建的时候 说不定我们第一批的两艘量产的潜舰已经出来了 所以到时候海事海报太除 我们还是有五艘潜舰 五艘潜舰里面有三艘是海昆的构型 那我是觉得我们必须很持平的说 我们必须假设它的可能还是有些潜舱的风险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提前这个潜舰救援能量的一个筹获 更何况是上面的深海救援艇DSRV 或者是更先进的潜舰救援系统 第一个在各国本来就是个属于比较保护的一个技术 这个中国大陆一定会把它视为 这个是我们这个完整水下占领的一款 而不会把它视为一个是个救援设施 所以它会全力的阻拦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我们116年才建案 119甚至120才开始执行 那只要中间这个关键的DSRV 或者潜舰救援系统 在取得上出现困难的话 整个计划还会再往后演 目前我们是有跟美国海军 从1988年以来就有签一个潜舰救援资源的协议 那就是所谓的锐屯计划 但是这边总是会担心的是说 万一当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美方刚好没有被变的资源系统 怎么办 深圳是不是有办法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它36小时就到 随着国造潜舰的进度持续进行 目前预算编列到127年 总共计划筹获8艘国造潜舰 相对潜舰建造经过政府强力支持 救难能量的建构则是相对放缓 面对无法预测的大海 救难舰的计划若为衔接水下兵力的成长 救援跟不上作战 恐怕影响的就是战力的发扬 救难舰的发扬